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外电报道 人工智能公司商康计划以下限定价 详细的新闻内容 因应Omicron变种病毒试药 维生防护中心核下科学委员会建议接种了两剂复必态的成年人 打针满半年应该打第三针 至于12至17岁的青少年 相隔至少12周可以打第二针 目前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人和两剂复必态疫苗的高危群组 满半年可以打第三针 因应Omicron变异病毒株在全球扩散 维生防护中心核下联合科学委员会最新建议 所有满18岁已经接种两剂复必态的人满半年应该打第三针 需要到海外高危地方的人可以缩短间距至三个月或者以上 而免疫力弱的人可以提早在接种第二针四个星期之后打第三针 港台和中大早前的研究都显示 接种两剂疫苗后一至两个月 效力已经被Omicron大幅削弱 为什么不提早打第三针呢 香港现在都没有这个Omicron在社区扩散 那情况就不是好像外国那么急 他打完第三针之后 他对Omicron是会有提升 但是也有大概有三成左右 是没有效的 而他这个有效性是大概维持三个月之后 已经是跌到25% 你太早打你得不到它的好处 所以我们就觉得 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动态清零的策略 其实可能可能迟一点打 可能的好处是好过全国都三个月就走出去打 至于12至17岁青少年 目前打伏必态的只需要打一针 以免增加还心肌炎的风险 不过委员会说 国际陆续有数据显示 延长第一和第二针的接种时间 可以减少心肌炎的发生率 建议至少相距12个星期之后可以打第二针 打了一针之后 它的抗体水平虽然算不错 但是大家都知道 要一个有效的免疫预防 两针其实都走不掉的 尤其是现在又有新的数据 说如果你拉长了那个区间 你是会得到更加好的保护 又减低个心肌炎到十分之一 委员会又建议青少年的疫苗注射位置 由手臂改为大腿 减低有发生肌炎的风险 无声电视机就在何曼君报道 卫生防护中心说 相信相关部门会尽快公布接种安排 强调有足够疫苗应付新建议 至于会不会更改完成接种的定义 由两针变为三针 中心说稍后会上途 已经打了两针 伏必太满半年的人 预料将可以打加强针 市民又会不会想打呢 打 打了两针 当然要打第三针 第一公民责任 第二就是保护自己 保护身边的人 我都应该会去打 因为始终都是自己健康 还有可能学校会 复活全日多些活动 卫生防护中心说 近期本港输入确诊个案里 感染Omicron变种病毒株的比例 大幅上升 呼吁市民应该尽早打第三针 当海外已经Omicron成为主流病毒株的时候 输入的个案只要是COVID 其实有八九成以上都应该是Omicron 所以正如我刚才所说 Omicron的特性是传播会快 所以其实风险对于香港其实是不少 还有在圣诞可能新年期间 回来香港的人士其实是多的 当你进了社区 有任何的措施做得不好 或者市民注射疫苗率低 感染控制的措施不好 那个蔓延的扩散会很快 至于是不是要改变 现时完成疫苗接种的定义 由两针变成三针 政府说要稍后再讨论 在行政上安排要给点时间 因为我们真的需要给市民 要接种足够疫苗 他们要有方法接种到 否则我今天定了 市民回不了也很不理想 市民日后又是否需要永续打针 中心认为言之上早 因为有很多变异的病毒株出现了 所以我们知道药厂其实现在 也在密合股制造一些最新型的 一些第二代的疫苗 究竟第二代疫苗的保障有多少呢 这个真的要等科学数据 看看第二代疫苗的保障效率 甚至于会不会在那时候 也有更新的变种 需要有些新的疫苗去处理 卫生防护中心说 当局一直有计算接种疫苗的人数 也有进行疫苗采救的工作 有信心有充足的疫苗储存量 被市民打第三针 无线电视机者邓杰盈报道 港大和中大医学院联合研究发现 接种第三剂伏必泰新冠疫苗之后 中和抗体水平足以抵抗Omicron变异病毒株 有份大令研究架中大呼吸系统 科、港座教授、许雪昌说 中和抗体水平至少有26个单位 才算是足够 今次研究中 二十三个接种三剂满一个月 伏必泰的人士 就算面对Omicron 中和抗体都有非常好的水平 达到160个单位 相反十个接种三剂科兴的人士 水平全部不够26个单位 不达标 至于十名首两剂接种科兴 第三剂接种伏必泰的人士 当中九人的水平达到约60个单位 都是达标 中和抗体容易预防感染 而外国有数据显示预防重症的T细胞水平 无论是接种科兴还是伏必泰都不太受影响 团队下个阶段都会作与相关的研究 最快在下个月有结果 变种新闻 一节最新消息 屯门兆器院安禧郭 一个住客初步确诊 涉变二病毒株 政府夜晚采取维风强制检测行动 我们看看现场 当时在夜晚7点半起 维风屯门兆器院安禧郭 有关人士要在凌晨一点半前完成强制检测 目标是明早早约7点完成行动 政府说大厦今天发现一宗初步确诊个案 初步显示涉及变二病毒株 所以续出维风强检行动 有请稍后回会回档 广大通宵拆除摆放校园的国伤之柱 运到港大家道理中心 被形容是稀土航母的中国稀土集团成立 聚焦科技研发稀土进出口贸易等 回来新闻时间 香港大学移走摆放校园的国伤之柱 运到港大家道理中心 校委会解释雕像日久老化 而最近家法律意见认为 继续在校园展示 会为大学带你触犯刑事罪行条例的风险 移走国伤之柱的工作在深夜展开 凌晨4点过后 工作人员用吊臂 分批将用胶包着的雕像组件 叼入货柜 去到清晨6点几完成 整个行动历时大约3个小时 货柜之后运到临感公路的港大家道理中心 港大在运送国伤之柱 入到家道理中心之后 校方在中心外面加强了保安 港大校委会在声明那里 没有提到国伤之柱会在这里摆放多久 即是说会妥善跟进 并继续就适当的安排 继续寻求法律意见 声明解释 在昨日的校委会会议 作出移走的决定 衡量了大学整体利益 强调大学从来都没有批准 任何人或者团体 在校园摆放雕像 也都有权随时采取适当行动处理 又说雕像已经日久老化 大学亦为关注雕像欠佳 带来的潜在安全问题 法律意见也认为 如果继续展示 会为大学带来触犯法例的法律风险 创作国伤之柱的丹麦雕塑家 高志活在社交平台发文 对于雕像被移除感到震惊 又说过程没有人能记录 新一届90个立法会议员下月3日宣誓就任 由于立法会大楼需要扩建 半数议员日后要搬到旁边的中信大厦的开放式办公室 有当选人担心欠缺试人 新一届立法会会期即将展开 近50个当选人才参加迎新日 在现任主席梁军燕和秘书长陈维安陪同之下 参观扩建之后的会议厅 因应宣誓的时候要符合国旗及国徽条例 会议厅已经改挂国徽 有机会看到里面的运作情况 那个心情就好像一个新生入学那样 找点时间去努力快点适应学习 我怕党失劳 由于西一届议员增加去到90个人 大楼需要扩建 工程去到2025年才能够完成 有45个议员和他们的职员 日后要去到大楼旁边的中信大厦 临时办公室那里做事 据了解立法会租用了中信大厦的3、13和15楼 用来做会客室、议员的独立房间 和他们助理的办公区域等等 如果议员以3到5个人的团体名义申请 可能会获得比较独立的区域 有当选人不愿意和其他党派共用办公室 如果这样我们不会用这个地方 我摆一块小镜在同事桌面 我就可以看到后面那个电脑是在做什么 我说电话多小声都好 旁边都会听到 是一个open area 就像是一些co-working space 其实对我们的同事 做事的私隐度是有些问题的 这间我们用之前一个国际级的会计司行 就在用的 你觉得会计司行的私隐程度是否需要高呢 当选人依据议会的资历决定优先选择权 而和政党的议员会尽量聚在一起 目前仍然在协商的阶段 现届立法会有31个议员连任 相信他们可以先选择 新一届的立法会近三分之二的当选人都是议会新人 为了令他们尽快熟悉议会运作 据了解 立法会秘书处将会在下星期再举办简介会 向他们讲解立法会的事务 包括议事规则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钟卓希报道 中联办举办香港的民主道路座谈会 中联办副主任陈东说 新选择制度下立法会走向优质民主 政务市长尼家超就批评 外部势力抹黑新选举制度 是用心不良的霸凌行为 立法会换届选举结束之后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 中联办举办座谈会 主题为香港的民主道路 多个官员出席 中联办副主任陈东支持的时候说 刚刚结束的立法会选举 是香港走向优质民主的实践 香港部分人简单用两方法 发布所谓民主派和建制派 非黑即白 更奇怪的是 反对政府对抗国家 攻击中央倒成了民主派 这是细节中的魔鬼 话语里的骗术 处心积虑的谎言 是对民主的歪曲和亵渡 在新选举下 选举消除了反政治化的 无畏纷争和社会内耗 公平之争 良性之争 君子之争 成为选举的主基调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批评 外部势力抹黑新选举制度 是用心不良 在香港 市民享有广阔的自由和权力 都受基本法 及相关的法律保障 外部势力 对这些保障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证明他们是用心不良 以小人之心 用人自扰地 担心自身的国际地位受损 此前抹黑新选举制度 是霸凌行为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元也说 香港民主走怎样的路 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 否则将会遭到中国政府有力回击 多个立法会选举当选人 也有出席座谈会 由权力和自由去参加 而选择不参与 这是他们的个人自由 预会者都认为 香港的民主发展 需要按照《憲法》和《基本法》 和香港的实际情况 循序漸进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导 被美国实施投资禁令 的人工智能公司商汤 股份今天截止认评 外电报导公司计划以下限定价 彭博引述消息说 商汤今次招股计划以三个八毫半定价 属于招股价范围的下限 公司计划发行15亿股 预料集资金额近58亿 股份星期四终五截止认评 综合献商的数据 公开发售部分六超额认评 有分析认为 商汤的业务独特前景可观 但受到难以预知的因素影响 令管理层或考虑以下限定价 避免上市首日股价潜水 本身前景真的不差 一只独角兽 再加上AI 其实本来行业很独特 如果在新股热潮来说 本来这只新股是行业很欺质的 但不过由于种种的因素 所以就限制了它现在的表现 还有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中美关系 或者美国到底未来有多大的打压 这些就不能够在交股书上看到 而英国的政策风险 它又说即使排除美国投资者认构 但基石投资者以内地资金为主 相信长远会对股价有支持 上趟9个基石投资者 包括国资委委堂 以及中国承通发起的 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 上海随汇国资委 全资拥有的随汇资本 和香港科技园创投基金等 股份预期在今月30日挂牌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星辈导 由内地多间公司组成的大型稀土企业 中国稀土集团今天正式成立 最招呼研发稀土 进口贸易等 由内地传媒形容是稀土航母啟航 有助优化稀土市场 避免浪费战略资源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五矿 中国女业集团 以及甘州市人民政府等 战略性重组稀土资产 并且在江西甘州成立超级稀土企业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管 中国稀土集团是股权多元化的中央企业 国务院国资委占最多三成一股权 中国五矿、中女集团、甘州稀土集团并列第二大股东 中国稀土集团将会聚焦稀土的科技研发 陷探开发、进出口和贸易业务等 集团负责人说 在新发展格局下 稀土企业以集团化经营 有利解决稀土产业链结构失衡 避免加工发展严重滞后 更好保障传统产业体质升级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内地稀土产业以前有六大集团主导 中央电视台报道 至2003年至今 中国稀土产业经过三次整合 虽然过往小、散、乱约 无序发展的局面得以改善 但仍然未能够适应高质量的发展要求 在中国稀土集团成立之后 将会遵循市场发展规律 实现资源市场优化配置 稀土金属包含17种元素 中国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 估计内地开彩的稀土占全球七成 生产加工市占率达到九成 无论是智能手机显示屏 电动汽车零件 医知人造卫星、飞弹防御系统等等 都要用到稀土 内地传媒说 中国稀土集团整合南方企业 聚焦中重型稀土 反观内蒙古的北方稀土集团 就偏向轻稀土市场 形成南北并立格局 避免浪费战略资源 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另外有传媒认为 相信在中美关系紧张下 北京希望借成立稀土巨兽 加强管控稀土供应 和确保掌控权 暴先电视记者朱绍伦 再一时一会 稍后回来会讲下 陕西西安这两天出现超过150宗本地确诊 宣布风承 北京冬奥组委会预计 出现小规模疫情爆发可能性很高 会加强防疫 回来一次中国新闻 我们昨日新增71宗新冠病毒本地确诊 蝎西西安占63宗 今天也再多91宗病例 西安大量个案经全民检测发现 当局证实出现隐性社区传播 宣布星期四午夜起封城 不少民众提前一晚抢救生活物资 但当局强调物资充足 西安因应疫情 新增31个中风险地区 当外交通也全面封闭 咸阳机场升降的国内航班全部取消 长途巴士都停运 有防疫专家指出 因为有不明社区传播个案 加上传播链和源头尚未查明 所以封城管理会较有保障 北京东澳将在明年假2月举行 东澳华会采取严格的闭环管理措施 确保占澳人员不能接触城市层面 并建议打疫苗加强剂 但预料或者出现一定数量感染个案 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严峻 加上出现Omicron等变种病毒 北京东澳组委说 比赛期间将会有大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涉澳人员来中国 人流聚集增加 预料将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个案 当局要求所有入境人士 14日前下载指定手机应用程式 每日进行健康监测 除了个别运动员 除了官员可以医学豁免之外 所有人必须完成接种两剂疫苗 并全程佩戴没有呼吸佛的口罩 入境人士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 亦都需要每日进行核酸检测 并住在指定酒店或者东澳村 全程弊环管理 往返场馆只可以搭专车 不同弊环外的人员和社会接触 如果有弊环外出现新冠病患 会根据它有没有出现症状 送到不同隔离设施 好返之后可以按意愿和赛事需要 参与下一步比赛和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先知报道 国新办核下的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报告 批评美国民主制度 除非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想方案 又对涉港问题持双重标准 美化港独分子行为 中国人权研究会的报告 题目是美式民主的局限与弊病 开始就批评西方国家 对美式民主有迷之自信 但美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糟糕表现 足以证明美式民主 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合适 报告认为美国以选举为核心的票决民主 并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 而且有政治极化 金钱化 形式化等弊病 导致政坛由少数政治势加把持 候选人票制度 亦都无法反映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 转体下 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 举行联合演战 无以中国军舰洗近钓鱼台 事件应对能力 演习昨天在东京都伊豆群岛周边进行 无以发生海上保安厅难以应付的状况 包括要求中国军舰改变航道被拒之后 由日本政府下令海上自卫队出动护卫舰 阻止中国军舰洗近 防卫大臣亦都可以在手上授权下出动自卫队 是一定限制下动用武器 动漫新闻引出政府消息说 都是因应中国公务船 在钓鱼台周边海域活动越趋频繁 希望强化海上防卫合作 以防出现意外事替 中方多次重申 钓鱼台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在有关的海域展开巡航执法行动 是行使本国固有权力 正当合法 马来西亚遭遇几十年里最严重水灾 死亡人数增至三十多人 随着洪水逐渐消退 当欧预料伤网人数会进一步判证 受灾最严重的雪兰俄州和彭亨州 已经开始水退 陆续发现死者尸体 部分人因为家中水浸死亡 但当地政府指出 部分死者是因为其他原因 例如缺乏药物等而身亡 当局将调查各人死因 当地传媒报道 全国有19家华文小学 受到水灾波及 大量校园设施损毁 日本企业例如松下和大发汽车 在马来西亚设立的工厂 都因为今次水灾暂停运作 当局说截至周三晚上十点 有近六万人疏散到临时庇护中心 马来西亚上周五落暴雨 想当于一个月的平均雨量 至今多个州仍然严重水浸 气象部门预测 多个周星期四将会再出现暴风雨 当局决定撥款2亿马来西亚令吉 折合约3亿7千万港币 作灾后重建工作 另外当局也会向每个受灾家庭 提供1千令吉的经济援助 马来西亚当局 在今次水灾的应变能力 遭受外界评击 有民众批评政府反应过晚 洪水来习时没有收到警报 有灾民旨已经浸在水中三日 救援人员才到场 反对党领袖安华批评 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 调派军队救灾过程缓慢 令天灾变成人祸 马来西亚首相伊斯迈 承认政府协调应变能力不足 承诺会作出改善 无线电视记者龙述里报导 提供财经消息 港股收报23193点升91点 总成交超过1091亿 传探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17点 巴黎克指数升32点 德国德指数升105点 警方拘捕了四个男人 涉嫌在网上煽惑他人 明天平安夜参与非法集见 破坏店铺和袭击警务人员 警方早前根据宣布 发现有人在网上社交平台和通讯平台 鼓吹其他人在平安夜参与平安夜革命 天文又提到毁灭、装修、孤狼变群狼等等字眼 呼吁其他人破坏店铺和袭击警务人员 警方网罪科调查之后 在沙田、天水围和元朗等 以涉嫌干犯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煽惑他人刑事毁坏等等的罪名 捕捕了四个由22至52岁的男人 并且检获四部电话 警方强烈谴责任何人 濫用这个互联网 去煽惑他人作出一些非法的行为 明天已经是平安夜 相信有很多家庭和市民 很期待这个节日 但是有不法分子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鼓励去促进 鼓取其他人去做一些非法的行为 这也是非常自私的 被捕的四个人真是被沟查 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又说高等法院前年 已经颁布临时禁制令 禁止任何人透过互联网等 煽动他人或威胁使用暴力 否则属于描示法庭 电视机在中长期报道 新宿专员工处主动调查非法油站的规矩 发现消防处执法等有改善空间 由透露处方正是修订相关条例 减低走法律纳的机会 多区都有非法油站 部分更加在民居附近 对市民构成消防安全隐患 消防处成立专责特显队处理 不过申诉专员工处主动调查发现 特显队只有七个成员合共三个小队 每队去年平均每个工作日 巡查大约1.17次 而非法油站黑点就有350个 报告建议处方检视人手 报告又发现 在2016年至2021年6月底 因为参与非法燃油活动而被入罪的个案中 罚款5千至5万 没有人被判监 认为阻吓力不够 非法油站靠油车入油 现行的条例列明 储存柴油不多过2千5百公升 不属于违法 针对不法者值此走法律 报告说正是修例将豁免储存减到500公升 也会提高罚款额 预计明年第一季实施 报告亦建议长远应该由源头入手 规本由公司已批发价 将柴油直接卖给分销商等 以免有人再在非法油站转售 因为现在当局无权强制油公司提供相关客户资料 用来追踪销售流向 即使消防处尽最大努力去塑造非法油站 但对于倒截非法油站的燃油内源 可以说无计可施 也因此难以自本 公署认为为公众安全 市民也应该停时帮衬这些非法油站 以配合当局打击非法燃油活动 保安局欢迎公署提出 检涛特欠的人受编制等的四项建议 但未能接纳建议由源头管理入手打击 即是规管供应和买卖 因为有关条例规管的 包括很多日常生活用到的消费品 可能对市民生活和业界营商等造成不便 未能符合政府理商变民的原则 整体而言既不符合危险品条例立法原意的目的 也都超越规管范围 无线电视机之内启申不道 申诉专员工处有主动调查 遗互处规管狗主责任的工作 认为处方跟进违法个案欠主动 遗互处现时在狗未有被妥善管束 咬人或跟进投诉时 才会向无为狗领牌的或续牌的狗主采取行动 报告形容做法过于被动 认为应该主动抽查 就算不提检控 可以考虑发警告信等 又发现狗主若果在私营兽医诊所办理牌照申请 而无向处方提供电邮 处方是不会向狗主发续牌通知 报告有透露 处方接受狗主弃养 可能令到部分狗主逃避法律责任 当我正是考虑不再接收无合理原因被弃养的狗 但报告提醒 前车是要严格要求狗主为狗仔领牌 以便日后有需要采取跟进行动 美食车先度计划明年的6月1日结束 计划初期有15架美食车 现时正低的12架里面 得一半较常营运 而在12个场地里面 得3个较常有美食车到场营运 政府解析 计划推行了近5年 除了首年表现较好 之后几年的业务发展都不理想 期间政府提出宽减租金 引入新墙地等纾困措施 并两度延长计划 美食车厌务去年上半年跌到最低点 政府认为计划未能达到政策目标 决定结束 但会延长到明年6月1日 被刑办商有时间作出安排 7点半新闻报道完 再会